大家好 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心血管系统 一些病生理的状况 跟一些监测的系统 监测的一些机器 就是我们心脏科一般有哪些检查 我是台大新竹分院的廖美顺医师 这是我今天的outline 一开始我很会想一下心脏的一些生理结构 是怎么运转的 然后有哪些疾病 第二个部分是在讲心电图的基本是怎么做的 大家怎么监测心率不整 第三个部分可能会稍微讲一下HOLTER 就是24小时心电图 它是一个我们临床上目前已经在使用的检查 这个检查有什么效用 第四个部分就是目前有做一些review 就是看说AI的EKG有哪些部分在做 就是跟心血管的检查或是诊断或是预测会有什么关系 心脏的circulation的system 其实有分成三个部分 心脏其实有一个心脏的肌肉 就是所谓的这个邦谱 那有一些血液血管 那血管就是像是水电的里面 这些管路这样子 那在里面这个管路或是心脏的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血液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这个水里面这样子 那一般我们心脏科常常有时候被俗称为是一个水电工 就像我们要去处理说这个邦谱出了哪些问题 然后管路哪些有leak或哪些有阻塞 那血液里面有什么问题这样 所以一般有时候我们会被像是一个通 被俗称为一个通血管 有人会想说这是通血管的水电工这样子 那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个系统 可能会受到一些其他system的影响 譬如说这个内分泌系统 或是神经系统 譬如说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或是会受到肾脏的一些影响这样子 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也不是说完全只看心脏这样子 那心脏的一个组织解剖构造呢 就是其实有四个腔石 心脏其实有分成心房跟心室 就是左边跟右边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会有四个腔石 那一般我们在看这个临床上 看这个图的时候 都会把看似看对方的图 所以这个心脏其实是一个 看对面的那个人的心脏 所以对面那个人的右边 就是画面的左边 所以一般我们会看说这边是右心房 这边是右心室 这个是左心房 这边是左心室 所以就会有四个腔石 腔石跟腔石之间会有一些 这个伴摩 伴摩可能就是像是四个房间里面 中间那一道门 这个门要打开 血液才会流过去 才会出去 那门要关起来才不会逆流 这样子 所以会有半膜这样子 那心室心房 其实都会 衔接着这个管路 那譬如说右心房 可能会有这个上腔经脉 跟下腔经脉 回流回来的血液 然后进到右心室之后 右心室会把血液打出去到这个肺动脉 那肺动脉的血才会跑到肺里面 产生阳和交换 那肺动脉的血就会回流到这个左心房 那左心房里面就是会再进到左心室 那左心室就会再把血液打出去 大概这个动脉 主动脉就会把血液整个输送到全身去 所以心脏的一个解剖构造 可能就是分成四个枪式 那四个枪式中间会有门 然后门 枪式也会跟这个血管会有连接这样子 那心脏的一个肌肉层 其实会有几个层 就是有三层这样子 有epicardium就是表层跟 myocardium肌肉层跟内面 indocardium就是跟血液有接触的地方 那epicardium就是在外面 所以心脏的厚度 其实会形成这个三个结构这样子 那结构 这个四个枪式可能会有四个瓣膜 所以一般我们也会很重视这个瓣膜 瓣膜如果出问题 心脏就会出问题这样子 那有主动脉瓣 就是左心室 把血液打出去耐道门 就是主动脉瓣 那还有二间瓣 就是mytrova 就是左心房跟左心室 中间耐道门 就是二间瓣 那还有三间瓣 就是右心室跟右心房 中间耐道门 就是三间瓣 那肺动脉瓣 就是所谓的右心室 出去到肺动脉 中间耐道门这样 那心脏的血液在输送的话 假设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四溢图 这个四溢图就是代表说 整个心脏血管的这个system system其实有分成两个loop 有palmary loop 跟systemic loop palmary loop 其实是含氧 去缺氧血 palmary loop 就是譬如说 这个蓝色的系统 又讲成说是一个缺氧血 缺氧血 其实是从这个 各个身体组织的一些血液 会回流到这个静脉系统 静脉之后会到右心房 右心房 会进到这个右心室 然后从右心室打出去 到这个肺里面这样子 那这个循环系统就是 它就是从HOT到浪 然后再回到HOT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系统呢 就是它进入这个缺氧血系统 进到肺部里面 就是微血管里面 会把氧气 就是跟我们呼吸中 呼吸的氧气到肺里面 会交换 交换之后就是会氧核 氧核之后会变成寒氧血 寒氧血就会形成 这个海洋血之后会到肺静脉 肺静脉就会进到 这个Systemic Loop 就是会从肺静脉到左心房 然后到左心室 然后再从左心室 把血液打出去到这个全身 然后进到这个全身周边去 那周边的这个组织 就会受到这个氧气的效果 然后就会有些氧核组织 然后心脏 各个器官才会有一些作用 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心脏的循环系统 是这样子 那假设 这个是一个Close System 就是中间不能有什么差错 如果出了问题 可能就会造成说这个问题 这样 比如说如果血管破掉 它可能会立刻 立刻可能会形成血块 什么的 或是血管里面 如果说形成血栓阻塞了 那可能就会造成说 这个系统被堵住 心脏可能会停掉 比如说肺动脉 假设里面有肺栓塞 塞住了 那血液就没办法流通 心脏就是血流 没办法从右心到左心 那心脏就会停掉这样子 那心脏肌肉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三层 就是肌肉里面的部分 其实是在枪式里面 其实是血液充满的这样子 那肌肉其实会有一个 多功能 心脏其实是24小时不间断 一直在 在左右的 从出生到死亡中间 其实它都是在跳的这样子 那它收缩是怎么收缩 就有点像是一个手握拳 然后把血液拧出去 就是整个收缩 然后把血液打出去这样子 那打出去这个压力 可能才能把血液输送到全身 所以它就像一个帮普 可以有一个做工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那这个是Tremble里面的一个肌肉的组织 这样子 那肌肉组织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大概有百分之 这个肌肉组织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它跟其他的器官不同 它可能不像皮肤那样 只可以新生 可以再生 那心脏肌肉其实在每年 有去replace的部分 大概只有1% 所以心脏如果出了问题 死掉了 那可能没办法再生 所以心肌梗塞完之后的 这个心脏功能变差 那可能就很难再恢复了 这样子这个是它的特性 那心脏的部分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communication的系统 大概有1%的这个心脏肌肉的组织 会特化成一些 会放电的一些细胞这样子 那它会造成说 这个心脏的excitation 那它会形成一个网络系统 就是这个网络系统 就是它会有传导的一个conduction system 那这个才会形成说 心脏在收缩的时候 会从心房收缩 再到心室收缩这样子 那会让心脏的这个habit 就是调节这个心脏的跳动 是要快还是要慢 还是要规则不规则这样子 那它传导的这些impulse 才会到整个心脏的组织 心脏才能同步收缩这样子 那这个conduction其实很重要 就是如果出了问题 可能就会有一些心律不整的部分这样 那心脏也会受到一些nerf的影响 比如说胶感神经跟副胶感神经这样子 那胶感神经可能会涵盖在整个心脏的肌肉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痘房节房式节也都会有这样子 它可能会release一些就是no epinephrine 然后会让这个心脏肌肉接收到 然后可能心脏就会跳动的比较快 会比较大力这样子 那parasymaceti nerve它其实是只着重在这个node的一些cell 那它会让心脏的心脏的跳动次数会减低 然后收缩力会减少这样子 那示意图就像这样 就是副胶感神经可能会经由肺根子nerf 然后释放一些acetylcholine 然后接收在这个node的部分 然后让心脏可以变慢这样子 那symaceti tone就是 这个胶感神经可能会经过这个sorecyous spinal nerve 然后释放一些no epinephrine 让心脏整个肌肉可以接收到 接收到之后它可能就是心脏收缩力会增加 然后它的rate也会增加这样子 那这个是心脏会受到一些nerf system的影响 那血液在提供的时候 其实在心脏里面的这个血液 其实不会交换一些这个氧气的营养的部分这样子 主要都还是肺部跟那个肠道这样子 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邦谱的效果 就是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然后又回流 所以让整个心脏的循环系统 就是经由这个地方 就是让血液可以流动 然后产生这个 这个氧气的供应到其他地方这样子 那心脏其实在本身自己的一个 氧气的提供其实在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就是说 它是从这个主动脉的肌部 那里有一个开口 开口会有一些动脉 动脉主动脉 冠状动脉就会延伸到这个心脏的肌肉组织 那这些肌肉组织可能就会接收到这个含氧血 含氧血之后就是心脏 就会提供心脏的一些能量这样子 那进到这个微血管系统之后 再会进到静脉系统 静脉系统就会流到这个冠状动 然后再回到右心房这样 所以它这个算是一个心脏的一个 比较微小的一个血液供应的一个系统这样 那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呢 就是目前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脏收缩可能会 这些conduction system会形成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心律不整 那心电图就会征测到 24小时心电图也会征测到这样 那一开始最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逗坊节 就是sinus HO node 这个地方就是心脏在启动的原始点 就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开关 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可能要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坏掉心脏就会完全不跳 那开关如果变得比较弱 那可能心脏跳得比较慢 那开关如果说有受到刺激 可能心跳就会加快 譬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心脏要加快 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加快的 那它会有一些 Pathway就是会传到这个AV node 就是防视节 那也有一些路会传到其他心脏 心房的组织 那到防视节之后 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node的部分 这个地方会接收到讯号之后 可能会有刹车的机制 让心房跟心室收缩中间 会有一个0.1秒的差异 让心脏不要同时收缩 如果心房心室同时收缩 那血液可能会撞在一起 那这个半抹房间的门 就不知道要开还是要关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前面收缩 后面再收缩 所以会有一个刹车的机制 那到这个地方可能会进入 Bundle Branch 就是有一些传导的内walk 然后再到整个肌肉的各个地方 然后沟通跟这些肌肉讲说 我要收缩了 所以它就会同时一起收缩这样子 所以心脏在跳动的时候 可能就会形成这个 这个传导的路径这样 那心脏在传导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就是所谓的SA node 那平常正常应该是75下 每分钟75下 那一般我们正常的心跳 大概是60到100 小于60可能就会讲说 是一个心跳过滑 那超过100的话 是心跳比较快这样 那它的心房心室中间 会有一个AV node 会有个刹车 其实大概是0.1秒的delay 让心房先收缩 然后经过0.1秒之后 心室再收缩 可以让血液从心房到心室 然后心室再到全身去这样子 那中间都会有一些AV bundle 就是Heath bundle的部分 或是可能就是Fiber 就前面提到那些 Innovation在这个心脏肌肉上面 然后提供这个肌肉讯号 然后它就会收缩 所以sequence就像这样子 SA node会先收缩 会先有一个impath 然后心房就会收缩 所以造成说这个黄色的部分 是代表心房收缩 那经过0.1秒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0.1秒 就是有的人如果出问题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有的人会稍微短一点这样 经过0.1秒之后 它会传到这个bundle的部分 传下来之后 整个心脏肌肉就会受到刺激 刺激之后就会形成这个收缩 然后最后再回到正常 然后再下一个cycle再来这样子 那这个电位的这个差异 那就会形成一般我们 现在临床在用的这个心电图 比如说一开始SA node有讯号 它可能就是在ping的 那它开始心房收缩就会形成p波 那再到心室 心室收缩会形成这个qrs波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回到正常 会形成一个t波 所以就会形成一个电位差 电位差就会看到整个心脏的传导 是这样子pqrst这样子 那心脏假设是更显微到一个 心脏肌肉的细胞是怎么动的呢 它其实是一个HM potential 就是有一些离子通道的交换 造成说这个肌肉组织 就是电位差之后 就会心脏单一个肌肉 就会收缩这样子 那一般就是deprivation 或是纳离子进到细胞里面 那在proto的地方 就是这个甲离子会出去 钙离子会进去 那到deprivation之后 甲离子会出去细胞里面 那就形成一个电位差 这个电位差就会造成说 这个肌肉细胞的收缩 那它一收缩可能就是整个 大家一起收缩这样子 那Node的细胞可能就比较特别 它是SANode跟AVNode就两个 那还有一些再传下去的话 就是pngz fiber或是AV bundle branch这样子 那SANode就可以把它想成一个 天然就是人体的pacemaker 就是它让心脏可以跳动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出了问题 可能心脏就会不跳 就需要一个人工的pacemaker 那SANode的excitation 就跟一般的肌肉组织又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些钙离子的部分 譬如说纳离子会先进去 钙离子会出来 然后继续出来之后 甲离子会出去 这个细胞里面 然后造成这个电位差 然后就会形成这个心脏的跳动 那这些离子通道很重要在于说 就是如果出了问题 可能就会心跳比较慢 那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些药物 让这个心跳变慢 就会跟这个 纳离子阻弹剂或是钙离子阻弹剂 有相关这样子 所以调节心脏的时候 其实会有这个正向的部分 就是心跳会加快 其实要有一些Ponotropic effector 那心跳的解慢 可能会有一些Ponotropic effector 就是Native effector这样子 那主要都还是以前面提到的 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会让心跳加快 副交感神经会让心跳减慢 所以它才能control这个Hurry 就是跟这个Potential是有相关的 然后control的状况就是 它会有一些电位的延迟 就是譬如说电位如果比较延迟 心跳就会比较慢 电位如果比较早 Potential会比较快的话 可能心跳就会加快 那Sanol会受到影响 就是譬如说我们在活动的时候 譬如在运动 或者是说在紧张的时候 可能这个Sympathetic nerve会增加 我们可能就会紧张 然后这个肾上线会分泌 然后会到心脏之后 会受到时期 心跳就会加快 那如果说是Potential nerve 就是副交感神经常见 就是在早上醒来那时候 就是副交感神经特别的亢奋 所以有的人就早上一醒来 去到厕所 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的副交感神经比较亢奋 造成说他的心跳会减少 减低 然后那个收缩力会减少 然后人就会晕过去 可能会在浴室里面跌倒 撞到头什么 这个就是他最有可能 这个副交感神经的问题造成 那Cardial Cycle 就是前面提到的是心脏 其实在收缩的过程 除了心房心室要同步收缩 让这个学医可以连续 从心房到心室 到全身去的流动之外 其实心脏在收缩的过程 其实有收缩期跟舒张期 收缩的时候可以把血液打出去 舒张期的时候 就可以让血液从就是上一个枪式 进到下一个枪式去 所以心脏收缩 一般我们会分成收缩跟舒张两个 期 然后两个弱 连续做完就是一个cycle这样子 然后形成一个心跳的次数 那它的mechanical的event会造成什么呢 譬如说心脏在这个收缩的初期 可能这个左心室收缩把血液 就是想要把它打出去 那个心房跟心室中间 这个二肩半位先关闭 血液不能逆流到这个左心房 不然跑会跑到肺部里面去 然后就会形成肺垂肿 那在收缩初期就是这个二肩半位关闭 那在继续收缩 这个主动脉半位打开 打开之后血液就会流到这个主动脉 然后到全身去 然后不会逆流到左心房 所以有的人半膜出的问题 会逆流可能就会变成肺水肿 那在那书张期的情况下 就是左心室会书张 一书张之后就是血液可能会逆流 主动脉这边可能稍微逆流 造成形成这个 这个dysolibar pressure 就是书张压这样子 那主动脉会关闭 就血液不会逆流到心室里面来 假设会逆流到心室 造成说这个血液没办法往前打 那就会造成说血液会 往前去阻塞到这个 跑到肺部变成肺水肿 所以半膜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在继续收缩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二肩半会打开 打开之后因为它这边是书张期 所以它压力比较低 所以左心房会血液 就会进到左心室 然后继续输张的话 就是血流就会继续进来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开始收缩 就进到下一个cycle 所以它在这个输张跟收缩的过程当中 就是把血液 feeling进来 从左心房feeling进来之后 在收缩把血液 就是打出去到全身的状况 所以这个就形成一个cardio cycle 就是血液可以继续流动的状况 那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它就形成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个 一个指标 就是ejection freation ejection freation 就是心脏的收缩力 这个心脏收缩力 代表说心脏肌肉的能力这样子 假设打出去的血量不好 那代表到全身的血液会不好 所以心脏就是代表有衰竭 那它的定义呢 就是所谓的 Strovolent除以Anti-Slowly Volent Strovolent的意思代表说 就是左心是在输张期的这个volent 就是它的体积 就是所谓的这个Anti-Slowly Volent 那它也会有个Anti-Slowly Volent 就是收缩期末期的这个体积 就是收缩末期跟输张末期 减掉收缩末期 就是所谓的Strovolent 所以可以把它想成说 这个是打出去的百分比 血液在左心室里面 打出去的百分比是多少 那百分比越高 当然就是代表说 打出去的血量越多这样子 越多代表说心脏的肌肉越有力 那心脏不太可能 把所有的血液一次就全部打出去 因为那个心脏就会整个扁掉 是不太可能这样 所以一般认为的 我们测量到这个Eggestation Version 正常就是50到75之间 就是代表正常人的范围 假设这小于50的话 那代表说这个心脏 打出去的血量不够 代表心脏可能会有衰竭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跟未来心脏衰竭或是死亡率 其实会有非常大的相关 所以收缩力越好 这个就是会落在50到75之间 这样子 那心脏会有一些 有些公式 就是Cardial output代表的是 每分钟打出去的血液量 所以其实就是 Strovolent一个心跳是除以 Hard rate 就是每分钟跳几下 乘以Strovolent 就是它的Cardial output 就是每分钟打出去的Volent 是多少 越高代表越好 那说本就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Andis-Lolent Volent-Ansys-Lolent 就是打出去的这个Volent 是多少 那Min Arterial pressure的话 就是平均动脉压 就是跟这个血压会有相关 就是Cardial output的程上 这个TotalVolent-Resistance 这样子 那Cardial function 一般是临床上 怎么去测量 测量方式就是用Echo 或是这个心导管 Echo的部分就是我们用 超音波的方式 去量这个心脏的 这个打出去的血液量 就是量它的Chamber Size 就是心脏的大小是多少 那打出去的血量是多少 那Cardial Angel Graphy的话 就是其实是做心导管 把管子伸到左心室 左心室里面 就是会打血液器进去 然后血液器 就会血液在这个S光片上 S光片上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收缩期跟梳张期 收缩期跟梳张期的差异 就可以拿来当作说 测量它这个Cardial function 就是Echo version是多少 这样用二维的方式 去测量三维的这个结果 以上可能就是简单讲一下 就是心脏的一些Postle Vizage 就是心脏的功能 然后还有哪些传导的系统 那心电会着重在这个传导系统 就是临床上的应用 就是这个心电图 心电图算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 就跟胸腔科他们的S光片 简单一张S光片一样 它现在就是以前都是12岛层 然后现在开始有 有一些比较先进的部分 就是跟技术会有一些关系 变成说我们随时随地 目前开始已经可以做到心电图 那这个心电图的做出来就可以知道心脏的变身理是怎么样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一些心率不整 那心电图其实可以追溯到1924年 就是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得主 就是威廉伊兽芬 就是他的发明出来的 这个可以发现到说 心脏人体 其实假设我们在右手跟左手 分别放了一个电极 它可以形成一个电位差 那这个电位差是可以经由机器去测的 测的就会形成各种波形 所以以前的心电图是这么大的一台 就是不太能移动的 那到后来就发展成 就是比较portable的方式 就可以移动了 就是可以推着走的 那到以现在的技术又更厉害了 就是变成手持式的 或是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那这些装置都可以测量到这个心脏的电位差 然后形成这个心电图 所以这个心电图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检查 它其实是一个graphic record 它其实是个图形的记录 记录心脏的一些电器活动 然后把它投影到这个图形上 那图形其实是一个time domain 跟frequency domain的部分 然后形成一个这个心电图 那lead的部分 就是我们贴的位置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因为贴的位置就是向量从 这个向量从一级到另外一个级 然后形成个电位差 那心脏的投影就会投影到这个电极上 所以不同的立的不同的位置 可能会形成不一样的图形 那这个心电图其实是整个心脏的一个 的electrical activity 它其实不是一个心脏肌肉 这个HM potential 它其实是整个心脏收缩的一个集合的结果 那如果说是心脏肌肉是向左下角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个membrane potential 跟这个时间 然后会形成一个电位差 这个是单一心脏肌肉的电位差 的HM potential 那如果整个集合起来的话 可能就会像这个心电图 会形成一个电位差 就会有PQRST波 那就会形成这个图形 那这个图形其实我们会定一些 比如说segment的或是interval 比如说PR interval 代表说是前面提到的心房跟心室中间 会有一个AV node的0.1秒的这个delay 所以这个PR interval就可以把它当做说 这个心房跟心室收缩的delay时间 如果越长代表说这个出了问题 越短代表说它传得越快 那QRS这个duration complex 代表说心室的收缩间期时间是多少 如果时间越长它会越宽 越短它会越窄 所以心电图会形成一些电位差 会我们一般就是约定俗成的 这个V1,V2,V3跟AVR,AVL跟ABF 这个所谓的支导 支导就是会贴在右手左手跟左脚 然后还有一个接地的右脚 那它会形成电位差 然后就会有一个向量的关系 那胸导就会贴在V1,V2,V3,V4,V5,V6 V1会贴在右 这个胸骨的右边的第四肋肩 那左边这个地方就是第二肋肩 第四肋肩的V2这样子 那第五肋肩的中线 就锁股中线会V4 然后中间是V3 那V6的话就是腋下中线 贴V6 然后V6跟V4中间是V5 所以它贴完之后 就会有各个力的出来这样子 它就会形成心电图 会有力观力多迪数 因为AVR,AVL,AVF 跟V1到V6 这是所谓的12导机 就会12个向量造成的 那其实都是一个心脏的向量 投影到这12个力的上面的图形这样子 那正常一张心电图在临床上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上面会有V1,V2 V1,V2,V3 跟AVR,AVL跟AVF 然后还有V1,V2,V3 跟V4,V5,V6 会有12个导机 这12个导机 一般在Time Domain跟Frequency Domain 我们在定义上就是说 每秒钟会有25mm的跑的速度 一秒钟大概跑25mm 或者是这个高度的这个Frequency Domain 是每miniVolt 是10mm 就把它投影在这个图上面 那就会变成我们临床上很常看的结果 假设这个定义 有Setting被改掉 比如说每miniVolt变成20mm的话 那这个图形的高度就会变得很两倍高 就会跟我们一般临床上看的不一样这样 所以12导程其实有分支导跟胸导 有V1到V3 然后AVR,AVL,AVF 这个是augmentation的结果 那胸导就V1到V6 然后贴的方式是像这样 如果想要知道一般是可以上YouTube去 比如说你打上EKG 它可能就会有这个图形跟我们讲说 怎么做怎么贴 然后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那一个一个Lead来讲呢 就比如说V1定义就是从右手到左手 就是右边的这个右手到左手 会从右边到左边的一个向量关系的电位差 那V2的话就是右手到左脚 就是右手到左脚的电位差 那V3的话是左手到左脚的电位差 那胸导的话就是从中心点到这个V1到V6的位置 的电位上 因为它是跟接地一起的 所以会从中心点发射出 那假设用一个三面 就是有个四翼图 就是可以看出 一般我们看向量就关系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V1,V2,V3 那augmentation的AVR,AVL跟AVF代表就是右手 right就是右手 然后left就是左手 然后F的话就是脚 所以它是透过向量关系去做augmentation 然后形成这个AVR,AVL跟AVF 那V1到V6的话就是从中心点 因为它是接地 所以大部分从心脏的中心往外发散到V1到V6的向量 所以心脏如果在传导的话 整合有一个向量关系就会投影到这12个Lead上面 然后形成这个12个Lead的波形 那波形可能就会不一样 那经由这个波形我们就会知道心脏是怎么传的 怎么传就是 譬如说我们看D1跟AVF都是正的 那代表说它是从右上到左下 因为D1是从右边到左边是正的 然后AVF是从上面到下面 所以它代表说投影到右 从右到左的投影跟从上到下的投影都是正向 所以它就是从右上到左下 那支导就是长这个样子 会有R-wave progression 那这个也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看说一般我们定义的这个部分是怎样 然后V1到V6是这样子定义 这个是波面图 这是后侧 这是脊椎 这是胸骨 这是前面这样 所以心电图前面讲说是怎么形成的 那它其实会有一些定义 譬如说P波代表的就是deprivation 是SA node deprivation 所以它就是心房的一个收缩的情况 所以有看到P波代表说 就是有心房收缩 那P波如果说有些很乱的东西 或是不规则或是比较快 那代表说心房那边收缩是有问题 那心房收缩之后会经过AV node 会有0.1秒的一个delay 那QRS是一个心式的deprivation 代表心式的收缩 心式的收缩 假设变得比较宽 代表它这个地方收缩的时间间隔 其实是会拉的比较长 代表没那么同步收缩 如果同步收缩的话 那原则上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短 那它的QRS就会比较窄 那T波是ventricle的deprivation 那A群的deprivation是会埋在这个QRS 的compase里面这样子 是看不太到的 所以真正最后一张心电图提供的私讯 就是像这样子非常多 从P波QRST 后面还有一个U波 然后再进到下一个cycle 一样就是PQRST 那我们有一些定义 比如说PR interval 可能是0.12秒到0.22秒 那QRS可能就是要少于0.12秒 超过的话可能就是有异常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ST segment的J point 是怎么定义 这个定义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心机梗塞的时候 会看这个ST segment 有elevation代表说有infusion 就是有心气坏石 有depression的话 可能就是心脏有一些缺氧 所以这个ST的J point很重要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 后面的T波跟甲离子有关系 甲离子过高的话 这个T波就会变得比较尖 那甲离子如果太低 这个U波就会跑出来 所以各个定义会不同 那还有一些QT的Duration 跟这个Arysmia也非常有相关 就是它的时间越长 那可能就是未来 可能会有VTVF的可能 所以临床上心电图的用法 就是在Arysmia的Detection 那假设Conduction System有出了问题 那心电图就会看到 那比如说AF就是Fibrillation 心跳就是不规则的跳动 那SNL那时候可能就 没办法去控制这个Rate 那心跳就会非常的不规则 那心房的Fibrillation 可能就会形成这个血栓 血栓为什么会形成是因为心房会扰动 心房在这个颤动的时候 可能会形成这个血液没办法把血液打出去 那可能会滞留在左心房 那滞留在左心房形成血块之后 它打出去就跑到脑部就变成中风这样 那心事的Fibrillation的话更严重 因为心事如果说它战动了 那血液是没办法打出去的 打不出去可能就是这个Bump 可能就是Shot Down 可能就是没有作用 就像电源就没了 没了之后就是血液完全就会停止 那一停止 其实人就会马上倒下来 可能就是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所以Fibrillation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说有乱跳 我们可能就是希望说可以 做一些Electrical Sebum Later 然后可以去Shot这个心脏 让它心脏就是突然瞬间停掉 然后Sano又跳起来 那这个就是可以让心脏 可以恢复到Sinus Reason 那假设有些Ectopic的PaceMaker 比如说它不是从Sano来的 它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就是会形成一个 有异味性的这个心房的作用 那它可能会有造成心脏的一些影响 因为它收缩可能就不同步 那如果说是心室里面的提前收缩 可能会有一些PVC 然后造成说心脏也不太能同步收缩 心脏可能血液会撞在一起之后 血流就会有扰动 或者是血流可能会跑到肺部区这样子 那AVNode出了问题 可能心脏也会心房心室没法沟通 可能会心房跳心房的心室跳心室的 那造成说如果心室后来就不跳 可能也是会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所以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其实在看到就是Normal Size Reason 就是完全正常的 它需要看得到P波 然后来源是跟正常的向量是一样的 Rate大概是60到100下 那它R Interval应该是要规则 就是它要规则的心跳 那P R Interval就是要规则 那P的模法律也是要一样 那譬如说以这个来看的话 我们用示意图 譬如说心脏的跳动的时候 会从SANode就是痘房节开始启动 它是一个开关 那它产生了一个impulse之后 它会传到心室 造成心房的HL Replyation 就是心房的去集化 那去集化之后 就会形成这个P波 然后形成心房的收缩 然后就有一个P的这个电位差 然后P就会出来 那再继续下去 会传到这个AV Node 会有一个稍微延迟的时间 可能会有一个PR Interval 大概会有一个0.1秒的延迟 那延迟过久 是代表它那个Node有问题 或是完全传不下去 代表那个Node有问题 那再经过这个C式数 就是Bundle Branch 传递到这个心室的各个 这个细胞上 传递到这个地方之后 开始就是会产生这个 同步可能就会产生这个 心室的这个Replyation 那心室一Deplyation 心室一Deplyation之后 它就会收缩 就会形成这个QIS的 这个电位差 电位差的形成之后 再Replyation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P2的地方 变成SE Segment 那再到Replyation的Final Final Replyation 就变成这个P2 所以心脏在收缩传递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心电图 就知道它是怎么传的 所以从心电图 就可以知道心脏怎么收缩 那判读 一般我们在判读心率 会有一些原则 有快跟慢 规则不规则 有没有P2 有没有QIS 是窄的还是宽的 P2跟QIS的关系为何 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心跳 就是60到100下 那QIS跟QIS的间隔是一样的 这个代表规则 那QIS的Duration 是小于0.12秒 这代表是窄的是好的 那PR Interval 会看是0.12秒到0.2秒 中间那可能就是正常 那QIS小于0.12秒 那代表说 它是一个Normal Size Reason 那如果我突然有看到一些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Interval是一样的 可是到这边 突然有一个提前收缩 然后它前面有P坡 而且它是不规则 它是不规则 而且是提前收缩 叫Premature 那PR Interval 是小于0.2 就是它这个P还是有PR Interval 那QIS是窄 那代表说 它应该是从上面来 是一个Premature HL Contraction 就是PAC 那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宽的 那代表说 它其实是有问题 就是差过0.12秒 前面也看不到P坡 而且它是Premature 就是提前收缩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从新式来的一个Premature 的Mature Contraction 这样子 代表新式早期收缩 那这个波形其实也会有不同 譬如说有两个不一样的波形 代表说它发出来的点位置是不一样的 可能就是一个是在比较高位 一个是比较低位 那就可以知道说它可能是不同的地方来的 那心率不整其实有分成Tachy Arrhythmia 就是心跳快的 跟Brady Arrhythmia 就是心跳慢的 那Tachy Arrhythmia的部分 有分成窄的跟宽的 就是Naral QS跟YQS的部分 那Naral QS的Tachy Arrhythmia 有分成Sinus Tachy 跟Atrial Tachy Arrhythmia 跟Multi Focal的Atrial Tachy Arrhythmia 就是AT可能是一个点 那Multi Focal可能是好几个点 那这个好几个点到后来 如果更多点变成 就会变成Atrial Fibrillation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就是心脏有一些回路 造成这个Parsismo Supra Ventricular Tachy Arrhythmia 或者是这个心房战动 跟心房扑动 里面最常见的其实是心房战动 就是它的在人 在流行病学上 是最常见的心率扑动 那Sinus Tachy Arrhythmia 就会看说这个Rate 譬如说我们会去判断说 R跟R之间大概是两大格 两大格大概是150下 一分钟150下 那前面有看到P波有QS是窄的 P跟QS都是有规则的 那这个是Sinus Tachy Arrhythmia 那如果有看到一些 譬如说前面P波看不到 那Rate也很快 就是RR Interval 大概是1.5大格 一大格是像这样 然后这个再半格 所以是1.5大格 大概是170 180 每分钟170 180的心跳 那我们就会定义说这个就是PSVT这样 那心房战动也有它的定义 譬如说它心房因为战动造成说心脏是完全不规则在调控 所以QS跟QS中间其实规则间隔是完全没有什么规律的 这个是QS完全没有规律 然后P波也都看不到 每个QS前面都看不到P波 或是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 有一些类似 额颤动的东西 这个是P波 那P波大概是300到600下的心跳 而且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所以这个是心房战动 那心房扑动是一个在右心房或是在左心房有个很大的回圈 这个回圈会形成一个P波的速率大概是250到350 而且是一个规则的速率 那比较常见是在23AVF这三个导机 或是V1的地方 可能会看到P波会呈锯齿状 就是有点像锯齿的形状 那它的一个锯齿就是代表一个心房的收缩 那传递下来大概是250到350 假设传下去到心室可能会因为防四节会有一些刹车机制 可能会有两个传一个 或三个传一个 四个传一个 两个传一个可能就是假设是300 两个传一个就变成心室是150下 心跳是150 心脏的这个跳动次数来源是心室 跟心房比较没关系 那假设4比1的话 可能就是每分钟变成75下 那Y-Complex的Tecardia 大概80%以上 可能都是Ventruga的Tecardia 就是致命性的心理不整 那有20%左右 可能是因为上面来的 然后传递的这个 Condation Season出了问题 再造成说它比较宽 那VT一般是怎么判断呢 就是它原则上应该还是要规则 心跳速率是规则 心跳是很快的 R Interval这个大概是 接近两个 大概是160 170 那QS要变得比较宽 P波看不到 或是P波看得到的时候 可能P跟QS是完全没有规则 可能会有防刺解离的一个现象 或是有一些融合波的心电图 比如说QS会有不同 两种不同的这个 模法局这样 那心事战动一般就是像这样 就是是死前的事件 形状是不依 不规则的战动 这样没有真正QS波 它可能有时候小 有时候大 那这时候其实心脏是没办法 把血液打出去 人应该是倒下来在急救当中 这时候就需要心肺复苏数 或是用电截的方式把它去战 然后回到正层 那心脏还有一个是Bredy Arrhythmia 就是Bredy的话 就是其实跟这个开关有关 就是SNO 豆房结跟房氏结 那豆房结出的问题 可能会像这样子的心电图 比如PQS是正常跳 那到这里发现 这里应该要有个PQS 可是它没有 代表说它是Sinus Eraser 就是Sinus没有跳下来 然后到这边才又远 那有时候严重 可能就是完全都变成平的 代表心脏这时候都不跳 不跳的话 有可能超过三秒 病人就会倒下来 倒下可能就会Sinkrope 那假设它后面的心跳又跳起来 那前面这个没有PQS 代表说它是从江弦跳起来 那跳起来之后 就是心脏的这个跳动开始有了 血液又可以打出 觉得人就又醒过来 所以有的人会突然昏厥 然后又醒过来 就跟这个有关系 那AVNode的部分 就是有不同的阶段 就是AVNode如果功能变差 可能会有一度二度三度 就是它的功能不同 损伤的功能不同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一度的AVBlock 可能就是PR interval会破弄 前面有提到说PR应该是要 0.1到0.2秒 就是原则上 就是有0.1秒的delay这样子 假设delay超过0.2秒 变成0.32秒 就是320mini second 那代表说它是一个AVBlock 1st degree AVBlock PR interval要大于200mini second 那二度一就是 的AVBlock 一般就是PR interval 就是渐渐会被拉长 比如说PR反正120 变280320 那这里突然就不见了 这是所谓的2nd degree Mobis Type 1的AVBlock 这个相对上 临床上还比较好一点 不太有猝死的风险 那如果进展到Mobis Type 2的话 它的PR interval本来都是固定 固定突然就有一个不见了 那代表说它的Block level 是很危险的 可能会造成说 突然完全就是变成P 都会跳P的QS 后来都没传下去 可能就会造成猝死 所以这个是Mobis Type 2 那假设进展到12degrees AVBlock 就是三度AVBlock 那病人的心脏就会变成P跳P的QS P跟QS完全没有相关 这样子 各跳各的 那这个也是很有危险 因为心事如果没有在 Escape跳出来的Rinon的话 人可能就会倒下来 发生猝死 所以心电图是可以做一些 Arismal的Detection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 那只是心电图原则上 它其实是一个10秒钟的一个检查 所以它只能在一个特定时间 做10秒钟 那假设一个病人他其实发生 心率不诊的时间 不是在这10秒钟 而是在另外的其他时间 那可能就会侦测不到 所以才会发展说 比较持续性的一个监测方式 就是所谓的Hotter 24小时Hotter Monitor 这临床上已经在用了 那让病人可以背一个机器回家 持续记录24小时的心电图 那这个心电图可能没办法 像12d的那样贴12个 因为12d的可能要贴在右手 左手左脚右脚 那如果这些地方都贴的话 病人可能没办法活动 所以12d的心电图都是躺着做 那可以回去的 大部分就是这种3channel 就是3个channel的心电图 那会有5个地方会贴导机 那贴完之后就是病人 就是会接到一个这个Hotter的 Hotter Monitor这样 那这个小小的一台可以放在口袋 或是放在腰间这样子 然后病人就衣服穿起来 那你可能外表会看不出来说 他身上有装这个机器 那也可以上YouTube去看说 这个思议图是什么样子 那24小时心电图报告 可能他的资讯就会变得比较多 比较多就是指说 他24小时监测 就是说这里会有这个22小时36分钟 我们不太 一般因为有衔接的问题 就是这个病人装了 下一个病人又要再装 中间会有一个一两个小时的gap 所以大部分都是看到22小时 或23小时的这个时间 那看到这个22小时 然后36分钟 那在这个段时间病人 就是这个心跳的次数 有跳了10万下的心跳 10万9千多下的心跳 那Ventrugabit escape大概是8下 那Superventrugabit就是正常的心跳 就是有几乎99.99%都是正常的心跳 那他也可以看到说 有没有一些pacemaker的beat 或是有没有一些bundle branch 或是有没有一些junction escape 或是有没有HL fibrillation的这个次数 所以他就会summary起来 一个general的data 那也可以看到Ventrugabit的一些event 就是新式的一些event 有一个Ectopic的beat有4个 或是有些non-stentVT有一个 或是有些新式上的一些event 就是新访的一些event 那也会提供一些hard rate 就是最慢那一天就是45下 最快就是149下 时间是在1.18分 或是最快是5.2分 那也会提供这个平均心跳 这几下 那早上白天平均心跳几下 晚上平均心跳几下 会提供这个hard rate的Variability 那也会有些新式的一些Ectivity 从时间就是从9点早上装 然后一直到晚上凌晨的各个数据这样 那新式上的一些Ectivity 就是新房的一些Ectivity也会有 那也有一些示意图 就是他有一些trend 就是hard rate的trend 可以画出来 或是ST segment的这个WIN 有没有一些evaluation 或depression的一些slope 这些资讯 那也会有一些实际上的 新电图的样子 就是eSport出来新电图的样子 那同一个病人有可能就是 他在某个时间是正常心跳 有PEQST 那心跳比较慢 那他也有可能说 那某个时间点在跳新房战斗 PE看不太有PE 可是这个PE 不是很规则 那 不是很规则 所以看起来像是新房战斗 所以一个病人会有 正常心率有新房战斗 在24小时心电图里面 那也有人是百分之百 几乎那一整天 全部都是新房战斗 所以就会recore到一个99.9%的 HF或HF 所以目前今天介绍的 两个心脏的这个 临床上在用的心电图跟24小时心电图 这个其实在临床上正在使用 那目前有一些研究是结合AI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结合呢 大家可以想象 24小时的心电图 我们不太可能说每个bit 它有10万下的心跳 我们不太可能从 从地下看到第10万下的心跳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判读说 这个所有的心电图 其实是会有难度的 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 所以临床上目前一般常用的就是 厂商他们会有一些commercialize的一些软体 可以稍微先帮我们判读说 这个心脏的这个节律的状况 然后再经由这个技术员 他们会做人工的第一次的这个判读 去抓出说有问题的 跟他极其判读错误的地方 那抓完之后他会 技术员他们会做一些筛选 筛选出一些片段 让我们医师可以去做判读 他们看不太出来我们可以看 那判读这些东西之后 再做最后的一个report 所以现实上的这个资料 如果越来越多 就是他的数据24小时 到现在其实还有7天的心电图 还有14天的心电图 时间越来越长 我们判读的时间 其实越来越短 所以如果需要透过AI的方式 可以去做这个判读的话 可能省掉临床上的一些人力 跟一些判读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会有一些发展出来的研究 比如说心电图在判读 staming的情况下其实很重要 其实这个 一个病人胸痛来急诊 然后说胸痛 然后做心电图 我看起来是有急性心肌梗塞 或是非SD段上升的心肌梗塞 那他其实会有危机生命 可能随时人会倒下来 那如果第一时间没有判读出来的话 可能会对病人会造成一些影响 他只是判读这个机器的部分 可能会有 会有一些程度的差异 譬如说假设是医学生 或是实习医师 住院医师他们判读的结果 可能会没那么精准 那假设到组治医师 可能会相对上精准 可是组治医师又有分成说 心脏科非心脏科 或是急诊科 假设是其他科 可能会看不太出来 急诊科可能会看得出来 而急诊科有时候 也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就会找我们心脏科过去看 做最后的判读 所以如果机器学习的方式 可以主动帮我们 用机器的方式去判读 说这个精准度的话 那可能可以提供这个精确度 所以过去其实有研究 就是得到 有人用心电图 让这个用Deem Learning的方式 去判读说这个心电图的效果 到底好或不好 那原则上他们看到 就是在判读的成功率 大概有94%左右 就是以机器的判读方式 其实是非常的精准 如果它可以提升到百分之百 或是99% 那相对接下来 我们可能就是会更放心 会让这个机器去做这个 Interpretation 就是可以看出说 这个心脏有心房 这个机器击塞这样 那另外也有用心电图 去预测这个LVEF 这个是2019年第一篇 发表在这个Nature Medicine 就是Mail Clinic 他们发表出来的结果 那时候他们是把心电图 跟心脏超音波的 Aggiation Freation 就是心脏收缩力 来看说 这个有没有办法预测 就是一般我们做心电图 那至于为什么要预测呢 因为心脏超音波 是一个比较高单价的检查 而且它是一个有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它需要心脏科医师 或是有能力的技术员 才能去扫的这个超音波 它其实有一个高度的人工的部分 所以假设我们用一般的心电图 就是一般人就可以做的心电图 就可以预测说 他的这个LVEF的话 那可能可以做一个screening的动作 可以把这个心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就是screen出来之后 再请他去做心脏超音波 那抓出来的病人 假设真的有抓到 那这个EF其实是跟心脏率 跟死亡率有非常高度的相关 那那时候没有可能有 他们是找了62万的病人 然后有心电图 又有心脏超音波的 然后去做分析 他们先把这个35,000多人 当做training set 那8,000多人当做这个validation set 然后做这个最后的这个testing set 有52,000多人 然后去看说这个预测出来的结果 到底准不准确 预测出来其实比想象中的 这个好非常多 因为一般我们人工 用心电图去判读病人的心脏功能的部分 其实可能不会有他这个 这么有信心有0.9 AUC有0.9多的信心这样子 所以原则上这个研究 其实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后来有在做一些其他的研究 比如说就是把他再放到ICU的病人 或是在急诊的病人的一些cohold 然后来看说他预测性 只是后来做出来的预测性 这个是0.9 后来预测性可能到0.88,0.89 可是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结果 那也有人用心电图去预测说 未来会不会发生心房战斗 因为心房战斗发生的话 可能跟后续中风心脏衰竭死亡 会有高度相关 所以也有人做一些 Deep Neural Network的方式 去用12岛层心电图 预测后来会不会再发生心房战斗 那他为什么重要 就是前面提到的 就是为了要预测心房战斗 然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就可以避免说病人中风 心脏衰竭或死亡 那这个data是非常多 是2.7 200多万人 有12岛层心电图 跟后来有没有心房战斗 那心房战斗的 preference的部分大概是7% 就是收进来大概70% 这可能是因为他收的病人 会比较年纪比较大 会比较多这样子 那他做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他的AUC 就是假设病人没有心房战斗 他去预测他后来 有没有发生心房战斗的可能性 大概就是AUC 大概是0.75 相对上就是跟临床上比较接近 就是我们要去预测这个 相对上又比较弱一点 可是有到0.75 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 假设未来如果可以再找到更多 好的方式去预测的话 可以超过这个的话 可能会更好 那也有前面提到那个Hotter 我们在判读过程可能会有一连串 就是花时间的动作 所以也有人去做这个 用机器判读的方式 看可不可以去分析这个Hotter 连续的各种心率不整的结果 他发出一个报告 所以他用了很多Deep learning的方式去判读 那判读出来的结果 他可以去区分出12个reason 然后使用这个9万多个single lead 那区分出来的结果算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原则上就是 用人工的方式去判读 其实是很好的 那临床上其实我们现在最困扰 就是有时候 这个机器抓出来的Hotter fibrillation 其实不是真的Hotter fibrillation 变成说 要再重新再去判读 那Hotter再连续在监测的时候 就是跟心房战斗 其实也是有关系 假设他可以automatic的去reduction 其实这个对临床上是非常有帮助的部分 那韩国他们也有做过一些研究 他们是用CMN的方式去detect这个AF 然后达到说这个sensitivity 跟sensitivity跟acuracy 都可以接近99% 那他也是用一些开放的database MITDIH的一些database去做的这样子 那所以目前就是在侦测 判读这个AF 其实能力已经比以前更好了 只是目前的商业软体 没法做到这么好 因为商业软体以前是用一些比较 不是人工智慧的方式去判读 那所以在Nature Review的Cardiology 里面有人有提到一些AI ECG的application 就是有一些clinical practice可以做的 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先进的 就是智慧型手表 wearable的这个心电图 他是可以在随时随地做心电图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data data可能一定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在门诊 最怕就是病人拿出 穿戴试装置的这个心电图用 因为他们一拿出来就有一两百分 心电图我们在临床在门诊 看可能很难一个一个去看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临床上造成的困扰 其实是有的这样 那有一些AI enable的一些design scope 就是听这个心音可以去自动判读 然后看有什么疾病 那有一些就是mobile 就是你的机器就可以去 你这个手机就可以做心电图 手机就可以做心脏超音波 这个东西可能是越来越先进 那software的部分可能就是 发展越来越多的各种就是teler medicine 就是有一些AI的方式可以把这个软体 可以pooling起来 那其实现在最夯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就像中间这一块讲 我们最重要就是疾病的一些screening 因为以前没办法screening 没办法做比较精细的检查 那假设我们可以用前端的一些 就是可以比较普及的心电图 去做screening的话 screen出一些重要的疾病 那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screening的部分我们又不太可能 每一张心电图都是人工去判 假设可以透过AI的方式去判读 其实会非常有帮助的 那还有一个是诊断的部分 假设诊断部分因为data太多了 我们可能临床上会有一些负荷 那用AI EKG的方式 如果是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诊断 或是更精细的诊断 那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有一些不低限的问题 就是预测后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prognosis的问题 做monitor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治疗的选择 假设可以用透过人工智慧方式做到 其实这个是对医疗方面 其实是进展会非常大 那里面有提到说 所以在心脏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诊断 有哪些cardiophagic disease 是比较适合去做这个AI EKG的部分 主要是这个心防战动是最常见 那还有一些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或是LV dysfunction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LV EF 所以目前这个其实都是有人在做的 那一些physiology 或structural cardiophagic的phenotyping 可能也是有 就比如说有一些心律不整 假设有一些QTC progn 有一些long QT syndrome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判断 所以未来一定是资料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个bit data的问题 会造成说临床上有很大的负荷 那这个负荷可能没办法经由人工的方式 去消化掉说这个诊断 screening或pagnosis的部分 一定是需要经由说这个智慧的方式 就是用机器的方式去判读说 这个诊断或是治疗或是screening 所以里面提到就是重要的是AF 就potential未来可以做的AI EKG 就是心防战斗 心防战斗 然后就是用心电阻的方式 看可不可以用pre-teacher 或是smartphone的方式 去做这个监测 看这个药物 譬如说药物吃了之后 可能会QDC破弄 QDC破弄可能会有猝死的风险 所以用这个监测的方式 可能就是需要通过人工智慧的方式 那还有一些 譬如说三人卡丁德斯的 risk certification 看LVEF 假设做一张心电图 你就可以跟病人讲说 你这个有90%以上的可能 心脏功能很不好 一定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那其实对病人是会有很有帮助的 那还有可以做一些就是 心脏衰竭的这个 is the phasion 的这个predition 就是心脏衰竭 然后后续 看可不可以预测到说 他未来可能会在住院的时间点 那这个其实在 在临床上已经常常在做 那还有用心电图去看说这个 stamie就是那个心肌梗栽 或心脚痛的部分的问题 那后面这里我有整理两个 就是目前我有稍微看过 就是有人在做的部分 譬如说用12岛层心电图 有人在做stamie的诊断工具 这个其实已经有人做过了 那那stamie的部分目前是没看到 那12岛层心电图去 去侦测或是去区分哈菲 目前是没有 或者是有一些心力调节器的部分 目前也是没有 然后或者是观众弄在心脏病 目前是没有 那预测LVEF其实是有的 就是从第一篇到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之后 后续又陆续出现三四篇的 的paper出来 那心房战动的预测 其实效果其实没有像 前面讲的那么好 那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topic 目前已经都有人在做的 那也有人做一些monitor 譬如说甲离子 因为心电图可以看出 这个t波的高低 可以看出甲离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预测 这个monitor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AUC有到0.9 0.92跟0.96 那或者是低血糖 有一些心电图的一些变化 那只是它的这个效果 又没有像上面这个甲离子好了 所以其实SERLEED 可以有做很多事情 那HOLTER的部分 其实也是有人在做一些 譬如说 直接用机器去判读说 它12个classification 其实它的AUC是很好的 可是在SERLEED 其实它的data又更多了 更多目前是比较少人去做更进一步的一些 更进一步一些诊断或是预测 那心房战动 其实目前是有人已经做蛮多了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 其实HOLTER是可以做的 那目前其实我们医院或者是 大家应该是会可以取得一些data data就是心电图 其实会有一些RAWDATA RAWDATA出来的结果 可能Sampling Rate有的是250人 是500 幼儿是1000 这样子 那一个病人24小时 有时候已是泼出来 可能是有200多Meg的资讯 假设人越多 这个资料量就会越多 那也有一些就是 我们在新导管是做的一些 心率不整 或是新导管 有一些记录的心电图 那个Sampling可能又更高 有到2000 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可以拿来 就是分析看说 就是未来 有没有一些 做Risk的Servication 或是做Pretition 或Monitor的部分 那这个今天的这个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心电图 其实是一个很好取得的 一个心脏的检查 它可以在BestSide 或者是说在门诊 现在已经进入到说 在人群当中的 这个穿戴式装置 都可以取得这个心电图 所以它未来一定是会左右 说这个心脏检查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已经越来越 进步了 的进步了这样 所以其实取得这个 穿戴式装置的心电图 已经越来越可进性这样子 那未来一定是因为 这个Data越来越多 多到就是临床上 可能没办法 有一些消化 消化不掉的负荷 所以心电图 如果说可以透过AI的方式 用心电图的部分去诊断 或是 monitor或是预测 这些 心血管的疾病的话 那可能对未来的这个心脏 疾病的发展 可能会 有所帮助 以上是我今天的这个报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